店價即將調漲 外界預估平均漲幅約在10到12% 而且沿你不分級距全面調漲 工業用戶 民生用戶 小商家通通都會漲 約1500萬的用電戶 將全面受影響 經濟部長不斷向中央套錢 要從超徵稅收補貼1500億給台電 但台電的虧損大動 去年累積達3820億 今年預估又會進損超過2000億 等於總共虧損近6000億元 歸久原因除了電價沒反應成本 還有國際燃料價格高 以及蔡政府的核電歸零政策 過去民進黨包括蔡總統都表達 台灣不缺電 台灣不會漲電價 言言由在耳 現在連民生的電價都不放過 電價上漲會影響物價上漲 甚至造成通膨 已經是鐵板丁丁的事實 現在看起來民進黨他不會踩煞車 今年的話會增至到5800億 還沒有算以後退稅的 有給他五百億 後來準備要給他一千億 結果他還要漲價 左手拿政府的補貼 拿政府的增值 右手還向人民來漲價 我覺得over了啦 來因通平民進黨政府錯誤的能源政策 最後苦了百姓 而最近的虐童案 中央地方都無法謝責 俄福聯盟被爆出 2023年標下政府24個案子 承攬金額高達一億兩千萬 其中過去兩年也拿下台北市府 近一億元的標案 保姆把關問題難道全推給一線志工嗎 陳建仁強調將會從上中下有通盤的檢討 也已經指示衛福部對額兆保護法進一步修正 希望未來能好好接住無辜的小神秘們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